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做一道家里面特别方便 又很简单 但是有非常美味的黄焖土鸭 这道黄焖鸭子口感浓滑春香 既有鸭肉的鲜嫩又有土豆的绵软 如果用这道菜在家待客 一定会为您的餐桌增色不少 这俗话说呀 煮熟的鸭子那可就废了 但是今天的鸭子飞不了哦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吗 您一会儿就要把它下到锅里了 那咱们一会儿再看它能不能飞了 好吧 可以 那您给我们介绍今天您用什么调调让它不飞呢 行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当然这个主料囤是这个鸭子 就是市场上都可以买的那种鸭子 所以很方便 这鸭子有什么讲究吗 这鸭子呢 一般就是选择这个水盆鸭 水盆鸭呢 它这个鸭子呢 肉质的比较的就是属于细嫩一些 然后呢 不会显得特别老的鸭子 做出来的菜呢 就特别的就是属于绵软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小土豆 小土豆 对 小土豆的那种口感特别的绵软 而且是特别的营养这个 这个土豆 然后呢 还有这些蚝油 还有可以买一笔海鲜酱 海鲜酱 对 还有这个豆腐乳 我帮主啊 我问您 这腐乳是为了上色呢 还是为了口感 其实大姐 你说的很好啊 一个是为了上色 一个还是就是增加了的酱香味 烹制这道菜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鸭子 小土豆 葱姜蒜 豆腐乳 蚝油 海鲜酱和酱油 看样子 今天我们这只鸭子 不但您要给按摩 您还要给它们桑打 还要给它们上色 咱们就看这鸭子出锅得什么样啊 绝对对它颜色 非常的宏亮 酱香味浓 那好 您现在就开始收拾这鸭子 案板就交给您了 行 来 您请 我来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鸭子 首先就是在家里面做这个菜 其实它就是直接也不用剁得太小 太小的口感不好 对 对 我们把它剁成大块是吧 剁成大块 您看过去咱们吃鸭子 甭管是烤 甭管是炖 我觉得都挺腻的 您看这只鸭子还不算很肥 不肥 我觉得这只鸭子在市场上 这种鸭子都可以买得到 而且是你看它肉质也特别的就是属于不老 你看一切就可以 好了 我们再鸭子 好 把这个卸了 你看 我做一类这种 是 您现在给它大卸八块了 难怪它能飞 是的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 摘得稍微大块一点 好 这鸭子就算切得了 对 您下面还要切成调料吗 下面 下面好了 我们就切一些姜葱 对 还是咱们家常用的 对对对 您看葱 姜 蒜全都有 您这怎么还来洋葱 这洋葱因为它是起味的 有了洋葱的味道在里面的话 它更加的香 可是西餐不是都愿意割洋葱吗 真是 这都可以生吃 所以洋葱的起味 你看有些时候就感觉 洋葱的味道特别浓烈 然后让它的味道充分地 吸入在鸭子里面 味道会更加的独特 是吧 对对 好了 我把它切 这个洋葱要想不辣 这里还有一小窍门 所以我们这洋葱 刚才包完了以后 您知道吗 我们拿凉水 冲了那么几秒钟 这样的话它就不辣了 您看苏叔叔切洋葱的时候 眼睛没有流眼泪 对啊 有些时候洋葱可能就是它的刺激特别大 会流眼泪 人家问你干嘛 我被感动了 好 把它先放到一个碗里面 好 行好嘞 葱 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多割点葱呢 这鸭子 还真是这个葱一定要多割一点点 多割一点 对对对 好 这条菜里面还要割蒜吗 一定要割蒜 对 这个蒜呢 一般就是属于整蒜 对 直接就不用切了这个蒜 不用切是吧 对 那您还要不要再拍一下 这个其实都不用拍了 因为它会压 在这儿我们在煮的时候 因为这个 这个蒜是可以吃的嘛 吃的特别的好吃 好吗 好 土豆 土豆呢 我们就已经把它给就是削了 把条给削了 所以说现在就这么大 不用改刀了 不用改刀 就这么大 在家里面就特别自然 那您看 这鸭子也得了 我们就开火做了 等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酱 我们把它酱给调一下 您要再调一个汁 对对对 因为这刚刚我一说了嘛 一定要加一些蚝油 你看 家里面也有蚝油 大约要两勺是吧 对加两勺蚝油 海鲜酱 海鲜酱加一勺 对海鲜加一勺 好了 然后腐乳 这个豆腐乳 好 豆腐乳大家也知道 家里面都 加半块腐乳 对啊 平时大家都拿来 喝着粥啊 都可以吃的豆腐乳 我们把它给调匀了 对 好了 我们再加一小勺这个 米酒 哦 还要加米酒 对 因为它这种米酒加进去 就特别的有一种 有一种香味在里面 酱香 对 酱香味 对 把它调匀了 嗯 闻到香味 帮主 帮主 这就是您的秘籍吧 嗯 好香 好香 帮主介绍说 这道黄嫩土鸭的独特之处 便是用蚝油 海鲜酱 豆腐乳 以及少许的米酒 调好的汁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烹制过程中 这个汁将会拍上怎样的用场呢 我们就开始焯鸭子啦 好 来 我们开始做 好 鸭鸭 第一步啊 第一步 怎么样 先焯水 焯水 好 大概我们要焯多少时间呢 因为这个焯鸭子 一定要把这个血水给除尽了 对 一定要把它穿透 那我们是凉水下锅 还是热水下锅呢 凉水下锅就OK了 凉水下锅呢 给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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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这个鸭子的血水穿透 而且我们还在里面 加一些料酒 对 料酒 是为了除腥的 对 因为为了除腥 对 其实啊 苏师傅 您不知道 老百姓家里啊 一般不太敢做鸭子 因为鸭子 大家做起来比较腥 所以说嘛 为什么刚才我在调那个酱的时候啊 就里面加了一些米酒 就是为了在 本身在喷制的时候 让它一定要把这个腥味给压住 哦 是这样 因为一些这个鸭腥味 比如说鸭烧味那些 都会把它给去除 今天我估计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朋友们 看到您做这个鸭子 我估计 都会跑着烧市去买鸭子回家做了 好了 我们把它给捞起来 看透了啊 嗯 对 好 好嘞 我们再把它过一下水 我为什么要过水呢 因为它表皮上还有一些 就是属于这个木啊 哦 给它打一下 对 让它更干净一点 干净清爽 哦 清爽 哦 好 好嘞 那下一步工序呢 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鸭子 拿来扁炒 扁炒 哦 扁炒 对对对 焯水之后就可以煸炒鸭子了 油温掌握在六成左右就可以了 差不多我们下鸭子 好 下鸭子 大家注意啊 好 鸭子下锁了 对 对 这个鸭子哈 特别 你看 在这个你感觉到没有 它在出油 最多就是把它肥的部分 全部都给油给炸出来 方主 您知道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吗 怎么想的 您知道这只鸭子怎么想的吗 这鸭子说 哦 我现在真是屁股好烫 热锅下油之后 煸炒出鸭肉的多余脂肪 再把多余的油脂舀出 接着再加入葱姜蒜和少许的花椒 进行煸炒 它现在已经通出金黄色的了 我以为这鸭子的香味出来没 哎呀 很香啊 香味已经酷鼻了 是 我也闻到香味了 说实 我现在肚子怎么有点饿呢 好了 这样子 我现在就下我们刚刚调的那个酱 哦 把您刚才调的酱 对 我们现在下里面了 完全下到里面 对 此时帮主加入了先前调好的酱汁 接着还放入了米酒 老抽 和少许的腐乳汁 这是这道菜 能呈现出酱香味浓的关键所在 再加一些少许的豆腐乳的汁 腐乳汁 腐乳汁 看到没 这酱香味就出来了 是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对呀 对呀 好了 酱上色了之后 你看这鸭子的颜色现在多好 红亮红亮的 现在我们下土豆 下土豆 哦 对 你看 这个颜色是不是红亮红亮的 哇 是 好有火气 火朝天 你看 方主啊 哎 这土豆要炖多长时间呢 土豆啊 一般在家里面炖的话 就要炖个可能15分钟左右 哦 那我要为了生火呢 哎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高压锅 哦 高压锅 对呀 那它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味道上的损失呢 没有 高压锅 我觉得更方便就是时间会缩短 哦 对 只说只要你把那个水掌握好 哦 水的量掌握好之后呢 就不会人家一点问题 哦 今天我们用高压锅炖吧 啊 好不好 为了缩短烹制时间 帮助采用了高压锅压制的方法 这样还可以让鸭肉和土豆迅速入味 十分钟左右 这鸭肉就已经压制完成了 时间到 好 出锅 出锅了 哎呀 香不香啊 来闻闻 香 哦 哦 哦 我们要等一下啊 大姐你跑了门人干啥呢 你闻不到香味了 快过来 哇 满厨房都是鸭香四溢啊 好 等把这个气跑了 而且在家里面要注意 是 比如说有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接锅 哦 这样都会会发生危险 哦 那等到把气都跑了差不多了 都完了 我们才解开锅 我在家里您知道怎么着吗 嗯 我要着急想吃这锅鸭的 我把它搁在那水 水池里 稍微慢点小水 滴的滴的滴的 有个三五分钟 这气也没了 对对对 气也挺好 那样还非常安全 是是是 嗯 好了 你看这个气也快没多少了 好的 好的 所以我们就摇一摇 哎 好 差不多的话 这个干锅 气就跑得差不多了 我怎么这么期待这鸭子 好了 开锅 哎 这还是不是鸭子吗 嗯 这么香啊 对啊 咱俩口水别软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跟你说一下 鸭子在里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这个 不行我等不及了 我先来口鸭子吃吧 嗯 先尝尝 好 好 好 您看哎呦 这红亮红亮的鸭子啊 嗯 我先来一下啊 怎么样啊 真香啊 这鸭子 最好吃 还没多少油 嗯 真好吃 是吗 嗯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啊 嗯 除了烤鸭以外 嗯 鸭子不烤 嗯 您这种做法 我认为是最好吃的 哎呦 大姐 你让我心里面好甜啊 啊 为了让大家不失望 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这道菜是怎么做好的 我再来一块熟透 好好好 我再来一块土豆 嗯 哇 这个时候土豆已经 浸满了鸭子的味道 对 鸭子的香味全部吸收到了土豆里面 您先锅的时候想着别烫了啊 再吹一吹 嗯 嗯 哦 怎么样啊 全都软面了 哎呀 太好吃了 啊 安静的 装盘 打包 我拿走 嗯 这底下还要垫点洋葱是吗 对 垫点洋葱 因为我们这砂锅是烧烫的 已经烧烫了 对已经烧烫了 对对对 嗯 好嘞 好 这个洋葱 哎 哇 对这个鸭子就熟了 你看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 这个水压的时候一定要刚刚合适 正合适 正好压了汁压到鸭子和土豆里面去了 是是是是 没有多余的水出来 而且关键您今天教我们这个秘籍也非常好 嗯 比如说您在这里跟我们加了海鲜酱 对 加了米酒 您又给割了一点腐乳 对 您看这颜色真漂亮 哎 学会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烹制这道菜所需要的几个关键步骤 第一用蚝油海鲜酱豆腐乳和米酒调好酱汁备用 第二热锅下游煸炒鸭肉 把多余的油脂去除 放入葱姜蒜花椒土豆 以及调好的酱汁进行煸炒 第三锅中加入冷水 放入高压锅压制十分钟即可出锅 这道黄焖鸭子您学会了吗 观众朋友们天天饮食 下期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